一、打蛇不死,后患无穷,对于邪恶的东西,就是要斩草要除根,绝不能留下后患。 二则人之心则己,数计之心数人,应当拿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,拿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别人。 三、叶子根生,相自心生,植物的叶子由根发出,然而人的相貌气质风度,却与人的个人羞扬和生活习惯有关。 三、其实我们,看人,看问题必须看他们的本质。 四、本小立威,本大立宽,做生意本钱小盈利就少,本钱大盈利就多,纸资金是经商获利的前提和基础。 五、命为预税,不为保全,命做玉器被打碎,不做淘气的保全,毕与宁愿为争议而死,绝不苟且偷生,保全自己完整的人格和本心。 六、闭口身藏蛇,安身处处牢,闭住嘴巴,挽住舌头,不随便讲话,自然就保得安全,不会惹是生非,只剩年可以免货。 七、毕竟有油耳,窗外请无人,墙壁里谈话,墙壁外会有人听,窗里面说话,窗外会有人听,只私下密谈的话也有可能泄露。 八、酒逢之急饮,是相会人赢,酒要和了解自己的人一起喝,是要预懂得他的人一起赢。 九、相识满天下,知心能挤人,认识的人可以很多,但真正了解,并达到知心的却没有几个。 此时,勿因群依而主独见,勿任即依而被人言,勿私小慧而伤大体,勿界公论也快思情。 不要因为大多数人都疑惑,就放弃个人的独特见解,也不要因个人好恶,固执以见,酷视别人的忠实良言。 不可因个人私利搞小恩小慧,而伤害整体利益,更不可以借助社会大众的舆论,来满足自己的私人愿望,发泄个人不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